大家好,我是佐格拉 那么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这部电影呢 叫做《荒春怪兽》 那么这部戏呢,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拍摄和剧情 说实在,让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些的 你们看了你们自己评价吧 那么这部戏呢,是讲解到有关上尸的 上尸都在门外了 既然还有人要冲出去 那么这个剧情就让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言一下 然后呢,上尸一堆 既然还有人在意自己的餐厅 这也太神了吧 既然不理上尸,是要理他的餐厅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说话的这个对白呢 就是说,我带你们去 然后然后一下子呢,又出现 我带你们去,这样子 就感觉很奇怪 好像没有什么对白这样子 然后呢,你会看到 如果呢,这个CPR这种模式呢 就是说,心肺复苏这个 由这个复苏这么样子的做法的话呢 我看活人呢,也会变死人掉 然后最最最特别的是 明明前一开始这部戏的时候 不久的时候就被咬死这个盼子 冲出门外的这个盼子 在外面的时候呢 这个流氓兄哦 就是所谓的男主 他还问这个盼子 你怎么了?你被咬了吗?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无言 我觉得好奇怪哦 明明一开始都被咬了 怎么还会问他你被咬了 这对白,写对白的人也是有一点点的特别一下 然后呢,走来走去这么久了 飞机掉下来了这么久 既然还是有电的 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在侮辱我们的智商 好像我们不知道飞机坠落是怎么样的 看了那么多部的上司戏呢 这部的是最特别的 里面的这个黑衣女哦 从头到尾呢 说要砍头才能杀死这个上司 可是整部戏的剧情呢 都是他在不断的砍身体 然后上司就死了 这让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无言 然后呢,就突然很简单的就结局了 而且还救了超级多的人 从上司变回人 就连盼子呢 变了上司这么久都能变回人 明明我看到他被杀死了 但是还有本事变回人 那么在这里呢 就剧中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记得要去搜索这部戏 叫做荒春怪兽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要按赞 分享还有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